这个是云南十八怪之一 鸡蛋串着脉 在汤里面 看我一下 哦 这是一个蒸汽孔 小心蒸汽啊 这里有很多孔 蒸汽的温度会大于100度的 滇西北大环线自驾 我们从丽江出发 一路风景不断 海拔也从最高处的 3400米梅丽雪山的观景台 一路下到了海拔 只有1000多的藤冲室 这里是地热之乡 我们也从厚重的棉衣 换成了轻松的单衣 这里果然是必寒的好地方啊 我们今天下午去的 叫那个 是一个大滚锅 景区 然后它是为什么呢 就是藤通这个地方 它有火山 有很多火山 所以它这边的地热的资源 非常的丰富 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 那个 它是从地底下 上来的那种地热 它的温度 那个水啊 冒出来 它的温度可以达到90多度 可以在那边 就是热气挣出来 都可以挣鸡蛋啊 这样子 就是藤冲最典型的一个景点了 好 我们来买票 看一下票物的信息 热海门票50块钱一个人 那就买热海门票 现在虽然疫情没有结束 但人可真不少 我们现在进入热海景区了 现在是11月份 这边是藤冲旅游的旺季啊 对 人好多啊 我真的是想象不到 这个时候 居然会有这么多人 冲来玩 冲来 对了 热海景区除了50块 每人的门票之外 考虑到带父母旅行 我们还购买了15块 每人的区间车票 其实如果你的体力尚渴 车票是真没必要买 因为很近很近 我们在这里下车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景区的验票口 原来我们坐了这个区间车 还没有验票 对 但是它也不强制你买 对 但你车也开不进来 嗯 没关系 其实走的不远 它应该是到大广播比较远一点 欢迎光临 现在它刚才是车子上了 走 因为它这边有很多火山 所以它地质的活动会之前 就比较活跃 然后很多地热就传到上面来了 哇 前面冒着烟呢 嗯 好浓的一股味道 空气中间一股 很浓的那种硫磺味 进入景区的核心区域 可以感受到四处都冒着蒸汽 地上流淌的都是滚烫的沸水 走在景区里面可千万注意手不要乱摸 否则真的容易烫伤 这里好多这种小心烫伤的标注 到处都是 好热我感觉 这个墙都是烫的 好烫 你摸一下 我来摸一摸 哇 真的是热的 但是说烫也不算烫 不烫 不烫 不过 真的 怎么了 这地方 被烫了你看 烫了一下 这是一个蒸汽孔 小心蒸汽啊 这里有很多孔 蒸汽的温度会大于100度的 很烫的 哦 这里的景色真的是中国特有的 嗯 独一无二的呀 你不太见过喷个根本就不小的 是吗 很特别哦 没见过你看看 那里还喷出彩虹来了 你看那里喷出彩虹来了 等一下 对对对对对 哪里啊 哦 看到了 看到彩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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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鱼了 有意思吧 有意思 嗯 哈哈 你看这个地热的泉水流下来以后 这个地面上也变成了这个黄色 因为它里面含硫磺的成分特别的高 走到这个热海景区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的感觉 嗯 而且有总觉得四处都有一股热棒喷过来 对 你看到旁边这种蒸汽嘛 它喷着脸上有一种水润的感觉 但是你又受不了那种硫磺的味道 是啊 进来之后要走一段战道才能到达大滚锅 继续往前走 从景区的入口进来到这个大滚锅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中间有十几个大大小小不同的泉眼 可以一路感受这种地热给你的一种新鲜感的刺激 不过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也习惯了 前面这个地方热气同腾的就是大滚锅啦 热海大滚锅 有点船爬上来 哇好多人啊我的天 哇真的好神奇啊 是从这个地底下冒出来的水 然后一直在翻滚 而且这个水的颜色很漂亮的一种天蓝色在里面 周边那一圈呢是因为盖化了 所以是一圈白色的很漂亮这个大滚锅 这个是云南十八怪之一 鸡蛋串着麦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大滚锅里面 动作快一点动作快一点 不然这不熟了 然后盖起来 这怎么知道谁是谁的 都是乱的丢在里面 现在看一下时间是四点半 它这个靠蒸汽把它蒸熟的话 因为很多人会敲来敲去 会散掉蒸汽 基本上要至少十多分钟到二十分钟要等 花生 鞍唇蛋 芋头 红薯 鸡蛋 这里全是吃鸡蛋 煮鸡蛋的 这里是干嘛 这里是在泡饺的 四十块钱一个人 大滚锅的温泉水 这是大滚锅的温泉水 哎呀 哎呀 雕了一个 雕了一个 哇 这个是我们的 啊 来 我们去看一下熟了没 没关系 没关系 掉了一个 熟了没有 哇好烫 熟了 熟了 大滚锅的鸡蛋就是好吃 就是不一样 其实味道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离开热海景区了 我们继续坐巨间车返程 回到景区门口 那我们的热海景区的旅行就结束啦 这个区间车的回程会比进来的这一段要稍微远一点点 因为在里面还有爬山嘛 所以小福这次带着父母的考卦 我觉得如果你带老人家来玩 还是建议哪一个区间车呢 小福如果是自己年轻人的话就不会走狗没问题的 好 好 好